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老怀疑他眼睛有问题 后来才想他眼的好 你看他眼睛好像有问题 你一个眼大一个眼小 对 我跟你讲 好多人在问我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弄的 两层隐形眼睛中间加一层灰纸 每天早晨大概40天的时间 每天早晨摁到这里边 摁进去以后 这一天你都不能摘了 因为你看我们没有室内的戏 我那后边和平年代的寻找全是在室外 这个你要拿下来 沾上一粒灰尘进去 这眼睛就特别难受 所以每天装你最后干的眼睛只能往里点油 每天点油 点一种香油 点一种他们特质特备的那种油 那不得肯定得发炎了吧 还好他们有两个人专门负责拿着各种小盒 各种水泡着眼睛片 然后特别有意思是 我那是 这只没安甲眼这只眼睛 视力不好 这只眼睛视力特别好 所以正好把我这眼睛给盖住 我变成一只不太视力不太好的眼睛 晚上他盖上这眼睛是什么也看不见的 晚上 晚上白天还好 一到夜戏的时候 经常就走偏了 老怎么摸的 所以他就显得真实 自己是看不见 所以搞得我见到他 我刚才就在 也觉得这是不是眼神真有毛病 多耳聋 这个演的是好 这说明就演得好 哎呦 照他说的话 我注意到了 你这一说说 所有的委屈都让骨子弟受了 所有的荣誉 让张甘怡拿了 但是我觉得观众给你掌声 给你荣誉 也是给骨子弟的 你们这个宣传怎么定基调 是算主旋律片吗 其实没有定过这个基调 从来没有定过 但是我认为 那天很多人在讨论这个事 就是说 你可以把它说成是主旋律电影 因为它是一个励志的电影 你看到最后还是很励志的一个电影 但是人家又说了说 为什么以前拍那么多主旋律的电影 没有人看 观众不爱看 那是你没拍好 嗯 你拍好了 观众招一样看 对 我们那个电影 我们的电影 你看 我同意 我一路看他的电影 一路在想 原来那么多的那种打仗的那些电影啊 回过头来我们老是看的不满意啊 不是因为政治原因 对 就是因为艺术原因 对 你你美国人打仗的片子 关我何事啊 嗯 那美国人冲啊死啊 我根本不投入的 可是为什么看的掉眼泪呢 嗯 就是他的艺术感染力 对 所以他这个片子我就看完了 我就想 艺术标准第一 就是说不管你拍什么 但是你知道吗 就有些时候呢 真实 反而成了我们以为的那个美国 你说我发现这挺 我听他刚才讲我挺有意思 你们也有的帖子一看 说你开始这个战争这个场面啊 说是什么真实 说是拯救大兵莱恩 是吧 他还是拯救大兵莱恩 他还配鬼音呢 我配鬼音 说拯救大兵莱恩 说难道我们中国的战争片 也得学美国鬼子打仗吗 嗯 可是你知道他说呀 他们拍这个片子走访过很多 参加过淮海战役的老兵 对 之后 之后 之后就是我们这电影上演以后 我们见过很多 我们接触过很多 打过淮海战役的老兵 老战士还活着的 老人家基本上是从电影一开始 连长在那喊话 就开始掉眼泪 一直流到电影完 啊 然后我们在济南的时候 有三个老将军 都是少将 嗯 一个是新四军 一个是八路军 一个是抗美员 嗯 带着满身的勋章 哭红了眼睛 上来 因为他们看完电影 上来以后跟我们握手 其中有一个老将军跟我说 这枚勋章就是发给你的那枚 解放奖章 哦 就是你的影片里得到 影片那个 他挂了一身 嗯 然后给我们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参加淮海战役的老兵 现在当然已经很老了 没有什么 就是一个老兵 嗯 没有任何职位 现在没有什么地位 就像谷子弟一样 战后很落魄 有的人都沦落在街上乞丐 对 他还亏得救过一个团长 哈哈哈 然后 然后 他说太真实了 他们说当年打仗就是这样 太真实了 连喊的话都是这么喊 一颗炮弹过来 一个连就剩下二三十人了 一场仗打完就剩几个人了 你看咱们当年看这个战争片 我就感觉淮海战役 咱们这个拿下这个国民党军是小菜一碟 小菜一碟 感觉可以一下三下五十万就收拾了 那才叫不真实 打仗里边死的都是坏人 那都是国民党 共产党只死一个 总是在快最后的时候 还忘了交党费 还有松树传 他半天不能死 他说很多话 霞光还得万道 然后激昂的音乐还得轰托起来 实际上你说这个呢 我小时候咱们小时候看的这些电影 受这种教育太多了 所以一直培养我们骨子里都好斗 以至于渴望打仗 非常想打仗 非常想上战场 为什么呢 很容易 后来有过一个电影叫《风》 文革当中讲红卫兵打仗 学的就是以前战斗篇的动作 真学啊 就武斗的时候他们学什么 他们就学前面这个七天七夜啊 上岸岭啊 就学那样子打 那个敌人 咱们小时候看的敌人都是 敌人非常好打 敌人都是歪戴着帽子叼着烟卷 往天上开枪 要不就是抽大烟 要不就玩麻将 你这边一过来 举起手交天不差 几个战士能把一群俘裸了 你说你能不想打仗 突破 突破英雄啊 对对 可是你这个不真实啊 真拍的时候悬嘛 他们说有一种 韩国那弄的是那种气爆 气爆加火药 它是两种 什么叫气爆 交替的是 它实际上 它要挖很深的坑 挖很深的坑 然后它在底下 根据药爆起多高的当量 它来加药 我记得它都是一包药搁在最底下 然后有几根管子通到这里边来 它有一个气泵 你也看不见它们放在哪儿 然后它都布好了以后 它在每一个上面插旗子 红旗 白旗 黄旗 绿旗 然后我们开始走位置 都从这个炸点上面走 然后它告诉你 红的可能是最轻的 白的是最重的 到这儿是药量最大的 然后就开始 它那边就是按电钮了 一边就碰碰碰碰碰碰 其实整个五个月 我们整个都是在东北 每天真到真将 乱兵荒马乱 拍起来真是兵荒马乱 想想也真佩服 我看这些场面 我就想 那这种场面不能老NG 对不对 所以说嘛 我们第一场攻坚战 电影前面这段 第一场仗 我们原计划做的是八天 八天拍完 最后拍了三十多天 那怎么办 就是还是重拍重拍这样 重拍 无数预想不到的问题 一边过去 不行 停 等一天 买炸点 那得买一天 对 那得重炸一次 但是我想到的就是 演员 他其实也经历一个高仿真的 他这种炸 高仿真的战争 他就刚才说 他小时候特别看那些战争票 就喜欢打仗 真拍完这电影 你听他什么感受 原来是天天盼着 小时候天天盼着打仗 就觉得 看低刀战 地雷战 地雷战 加上东郡旭曲曲 南郑北战 南郑北战 红日 什么这些 我军简直就是势如破竹 红日算里面比较好的一部 红日南郑北战都算比较好的 都算还是那什么的 然后等到慢慢长大了 慢慢看到了这个 比如像《大兵军恩》 比如像《黑鹰降落》这些电影 突然间觉得人家可也是瞄着你脑袋打 人家那边拿的不是假枪 以至于到我们真正拍几节号的时候 人家对方拿的就是 我们有时候甚至就产生幻觉 就经常拉着管枪械的人 就问 说你能确定 敌人的枪里按的都是没有弹头 别重蹈李小龙儿子的覆辙 对 因为我老有点恍惚 万一他搞错误 万一我一直一颗子弹没卸弹头 敌人可都瞄你脑袋打 但我提这问题 人家白场的 人家觉得很可笑 从来没出过这种事 所以说 真拍完这电影的感受是什么 反倒是比较人性的感受 这战争是残酷的 是可怕的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还是他是骨子弟 我就觉得这个雕刻一样的脸 就像是那个当兵的 你看这下边还一道刀疤 你这疤是怎么回事 这疤是小时候淘气 冰上滑冰的时候 华海占玉无关 华海占玉无关 冰上滑冰的时候跟人打架 冰鞋砍的 真是 这因祸得福 但是我就注意到这一个演员 演一场戏 要不说往往就是精诚所至 今时为开 得陷入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就像他说的拍墓碑那场戏 前一天晚上睡觉 你可能就已经沉在这个境界里了 第二天这一到那个环境下 这眼泪啊就说止不住的就哗哗的这个流 对 你自己不是还说过吗 就是演这场戏 什么一两年缓不过来 在这个心态上 什么意思 不是这场戏 是整个电影 整个电影 整个这个人物 人物 为什么呢 因为你知道我拿到剧本的时候 我已经就是说读不下去了 就是看到三分之五分之二的时候 已经在冯导演办公室里边 是我一个人关在一小屋里边 扎在那沙发角上 我就开始哭 呜呜的哭 我当时哭是什么呢 我就觉得特委屈 我对我为骨子弟委屈 对 这就是这个电影有突破性的 对 我为这么一个平凡的小人物 一个小连长 他不大 没有人给他输来 还有周围一批死掉的 又被认为失踪 甚至还要受处分 对 就是他这个电影 不单是写了为革命牺牲的伟大 还这个牺牲使人怀疑 就是说 这样的牺牲 最后看的人都会有说 这值不值 但他最后又坚持说是值的 你知道就在这个中间 给大家一个很大的冲击力 对 胡君那场戏我都觉得演得非常之好 就是他那个 你撞灰那个 就是跟前面那场戏是对的 对 他不单是忠于一个组织的命令 他还有个哥们里面的这种信任 他只有他们两个人是从那个团里 全都死完了 就他们两个人了 所以那趟他许诺说 真的就是说 一诺千金啊 我怎么样 我只要这样 我就是许诺 但是这个许诺什么 就是一条烟啊 但是又是一个人心啊 所以他在那个墓地上哭的是话 那个人心那种不可信 后来都不可信 其实他跟投名状的主题上真的有点通的 就是中国的这种兄弟的人情的性的东西 嗯 在大的政治的变动当中显得多么的孤单无力 你知道 你像你们拍这个片子啊 是不是这体验生活呀 得接触走访很多这个老兵啊 嗯 走访老兵呢 是后来我们拍的那个纪录片 《牺牲》 牺牲 走访了很多老兵 其中我们还走 我们还采访和接触到了这王爱甫 山西太原的一个老先生 叫王爱甫 当过兵 是一老兵 复原以后呢 他这个喜欢收藏 然后他就老逛这个旧货摊 在一个旧书摊上买到了 花钱买到了七十多份 淮海战役的烈士 烈士的阵亡通知书 有人把它卖出来 有人把它卖了 这个通知书不知道是怎么流传到社会上来的 就是说他当年就没送到这家属的手里 当时就流失了这东西 就从部队的档案馆流失了 没送到这些人手里 没送到这些人手里 现在有人把它拿出来卖 有人拿出来在旧摊上卖 然后老头给买下来了 买了以后呢 他先做了一个论证 他怀疑这个是不是真的 然后他就到有关部门 人家说这是真的 淮海战役时候记录下来的太原战役 什么战役 什么战役 谁谁谁牺牲 当年多少岁 什么什么什么 于是他就踏上了 把这些阵亡通知书送到家属手里的这么一条 没有人管他自发的自己自愿的 送出去多少份 送到目前为止 送出去大概31份 还都能找着着 都能找到 那些还秒无阴心 但是30多份 其中有一份是送到 他牺牲了的烈士的女儿的手里的时候 他这女儿已经50多岁了 当年他爸爸走的时候他才有两三岁 那他们是不是已经算烈士了呢 还是说他就算失踪的 或者不知道他是烈士 这个是烈士 因为当时这失踪的人是没有名字 没有记录的 这个有记录的都是烈士 都是烈士 都是烈士 就是没有当时没有及时送去 而老先生现在负责就是送这个 管他们这个 管他们这个 非常感人 听说是 听说你后来是见到一个什么老兵 好像你还有点就发火了还是怎么回事 不是 就是王爱福 就是王爱福 王爱福 他送到内蒙古去的时候给一份烈士 阵王同志送到这个 也是他女儿 也是一老太太了 已经 然后当地民政部门觉得麻烦 不太愿意管这事 就觉得这么多年过去 你给我们找什么麻烦 然后老头坚持说这是革命烈士 他应该有一个公正的对待 你们是不是能够帮忙解决一下这个事 这些人踢了老头两脚 打了老头一顿 老头说这时候我们都很气愤 说他你们不管这事也就罢了 但是你们不能打人家 还不让人家管 人家这是完全是无私的 他图什么 他也没人给他钱 也没有什么组织资助他这件事 只不过就是媒体帮他呼吁一下 你说我就听他讲 我就想起 为什么过去冯小刚拍的电影 拿后道说事 后道 就是说你一个民族 后道这种东西 你还有没有 这个跟这个有关系 你比如说 我就老记得在莫斯科 我见到人家 你看社会也是发生机具变化 但是我们在莫斯科见到 就是结婚的 新郎新娘 全家人拿着鲜花 到那个烈士纪念碑前 对对对 送花 他实际他还是要追念民族的这种烈士 但是你说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烈士陵园卖票 对 那就好多人投诉 什么 我们去悼念烈士 你那还卖票 门口还开店 然后呢 你比如说我有一次 我们实际上是一个挺大的一个烈士陵园 有一个叫华北那个烈士陵园 然后我去 哎呦很多就是淮海战役 你这当时我看了我就是感受一个一个那个墓碑看过去 21岁20岁18岁20几岁 我一想当时这些 这个还是有有名字的呢 我们到淮海战役纪念碑那是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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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名 然后以下12700人 那十几个有名字剩下的12700人是没有名字的不知道去哪了 哎呦 所以无名烈士墓 很多地方都有无名烈士墓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 学校组织打着红旗就奔八卜山 唱着那歌 你不知道你还记得不就穿过青草地 走过青草坪 烈士的墓前来了红灵金 举手行对离 线上画圈标新衣 小时候还有这些 真是真是 现在呢就没有这些了 还没有人关心这件事了 我前两天看了一本书特别好 《丰生》 麦家写的 书的封面上写着 当今的中国 谁还相信英雄理想 这些词 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就存在着这样的人 我们 其实这些东西不应该 就让人 让人感慨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有没有看过另外几部战争片 硫磺岛的来信 父辈的旗帜 我知道 还有伊斯特伍德岛的 我都看不见 他跟日本的男主角长得有点像 有人说 不可能说 还有太极其飘扬 那个男主角 对 怎么着 我觉得这几个主要的战斗英雄 都有点鼻子比较硬 就整个形象有点像 我看那 你长我这样的 他的眼当兵的人能信吗 王金纯 对 王金纯 王金纯的最佳人选 人家后来也是英雄 但我觉得你这样的就像是连长 就给人感觉士兵 对 你发现没有 这几部电影包括大兵人 兄弟连 什么这些 他主人公都是一个连长 为什么连长很亲切 连长是最基层的战斗单位 最先打到前面去 你要写团长 师长 整天在打电话 那个天天打电话 然后拿着铅笔在地图前面 裴大一 顶多研究研究说那个 然后哈哈哈哈一拍肩膀说有你们打的啊 这个他不亲切 连长永远是在第一线 对 你像他说这个 我记得我也见过一个老兵 他就讲 我觉得就是有所以说战争片吧 你得承认人是怕死的 你得承认人是怕死的 他那老兵是这个片子的一个突破 对 我见过一老连长就说当年打仗的时候 他说其实怎么不怕死啊 也有那种情况啊 营长说派一个剑刀连到前面去 抓护鲁去 对 然后说哪个连去几个连长都低头 他也有这样的 有时候也是硬硬着头皮 对就往上上 而且你知道他的电影还有一个什么呢 这中国人呢 连长你还有一个怎么说呢 我担负着这这这么多兄弟的命呢 对 我一个失误 我一个判断 对不起兄弟 你多少条人命就葬送在我我手上 他这种心理压力啊 都是先活的生命 都是父母爹妈父母养的都是人 怎么就可能说生下来不怕死啊 不太可能啊 只有这种可能 就是说打仗 之前大家都很怕 害怕 哆嗦都是正常 一进状态了就不管了 一旦打起来 很能唤起勇敢的那种冲锋的精神 你觉得是这样吗 你觉得就是说我们平常生活当中那些街上看起来打架都躲的人 真的到了战场上也会进入那种状态 我觉得打红眼了会有这种情况 你有没有问过当年就上过战场的一个老兵 就说真的是刺刀见红的时候 人是怎么个状态 那就是拼了 他们说 那就是拼了 眼看着自己同村出来的几个哥哥全死了 也有仇恨在胸中 尤其是自己身边的最好的人死了 在演演瞬间就就死了 就那种仇恨也有 所以他们讲当年抗日战争 为什么说中国牺牲很多这个军官呢 因为当时你那个军队确实是弱 那动不动一打就溃散 他但是中国人有种什么这个桃园三阶级哥们弟兄 大哥都死了 其他人还有个感召 我发现他的支撑点是略有不同的 你看讲美国人称称那个国旗 他揭露的是黑幕被人家玩弄 日本人他理解他的精神 也有点西点军校的精神 可是中国人你看他电影背后是 咱们哥们这句话 几节号不听到 我怎么也不走 这个还是职业军令 军人还是以服务